港官克里歡迎鼻孫的還有蘇法部長 郭鑑南 她推出政協審三期 她說會在三個月來建立 打雜通報雜診邦 讓民眾可以雜診 另外目前 立法院是還未通過打雜訪法 那是說本來入職 沒改善 詐騙的問題 她的請入職 喝咖啡就很改善 蘇法部長 郭鑑南 正前後 第一次起立法院進行報告 推出三項新的政策 包括推動六十篇 強化數位進行 發展數位經濟 暗算在兩年來 八分一千的主案人材 達出數位 更數六萬 而且暗算在三個月來建立六十篇 通報十順忙 會進行所謂的聽 停止解析的工作 德國立委 除了政策的推動 都沒分把重點放在六十篇的這個議題 是像LINE跟民眾 設定點國際媒體要怎麼關閉 怎麼進行學部會處理 那個數位的部分是你負責 但是治安調查的部分是內政部負責 打炸這個 我們這個打炸查詢網 可以讓我們很快的能夠通報整個 包括警政署 包括其他部會 國外的這些LINE 或者臉書這個部分 打炸裝法會要求這些人在台灣要落地 或者有法律代表 他們如果不配合 包括打炸工作 我們可以對它罰款 雖然是無法可管 對 現在是無法 但是期望很快 但是你應該要求這些平台業者 我會常常找他們來我辦公室喝咖啡 我還會威脅他們 你作出一算是嗎 喝咖啡不是 還會威脅 不是威脅業者 應該是督促相關業者 因為我用詞不當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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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頭一次比順太過緊張 但人們不適時用違法這個數 要更去由立委求證 才做這順的收告書 如果立委問說 今天有安排出稿口菜的行程 他說不正是無 不過如果有需要 要是會出稿 繼續 綜合報道